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先生 杨茜茜 杨茜茜茜 杨茜茜茜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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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你們好 我在忙着收拾一些放飞机 即是航拍的物品 因為明天約了一個舊生 去玩航拍 由幾年前開頭什麼都不懂 就去玩一些雜牌的機器 以至於後來試了 DJI Phantom 2 一路玩下去 Phantom 3 後來玩 Spark Mavic Pro 飛到不見了機器之後 就買回 Mavic 2 Pro 現在飛得最多就是它 雖然都玩過這麼多款的機器 但我可以告訴你我並不是發燒油 因為我不是款款機齊全 而且還有一樣的無人機我是極少玩的 就是這類叫做FPV穿越機 而我朋友之中有些人是玩這類的專家 卡洛斯只是享受航拍的樂趣 因為機器飛在空中 而你用手機或者用一些航拍眼鏡 你真的可以以第一身的角度去鳥陷下面的世界 我將這東西聽為上帝的角度 飛了這麼多年 大江南北都飛過不少地方 不如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一個業餘航拍者出門之前要準備些什麼 提一提大家 如果大家都喜歡風琴奇俠卡洛斯的頻道 請按右下角的訂閱 如果想第一時間接到新影片的通知 請按叮噹 也都歡迎大家按讚 和留言問卡洛斯問題 不如我打個比方 玩FPV穿越機就好像玩跑車 你享受穿越的樂趣 速度快到不得了 我不敢玩因為我怕心臟病發 而玩航拍的無人機 就好像駕駛房車一樣 你享受平穩舒適的樂趣 而且更多一件事 可以在天上拍到下面的美景 早前我的舊生回來找我 就叫我介紹他玩航拍機 我告訴你 我又不是代言人 不過我始終都會介紹他玩大疆 今次今天的DGR 即使在美國的民用市場 都佔了八成 主要因為它是可靠 穩定的 所以大家知道 就算再不見機 我也是買回這一款 幾年前揹著這麼大的 Fantom 2、Fantom 3 出門 要揹個背囊 現在的我便簡單 可以把機器摺起來 放進一個像相機袋 那麼大的袋 就可以出門去玩 但作為一個航拍者 出門之前 很多東西要注意 如果你想玩得盡興 準備兩至三個充滿的電 為甚麼呢 因為一部電 只能玩到二十多分鐘 還有一件事不得不說 很多時候 出門前 先打開一下 Apps 看看他會不會叫你 下載新的Firmware 如果要的話 先做了才出門 因為卡洛斯也試過 跟一大群朋友一起出門 跟大家一起拍下航拍 誰知道 開幾個刻 他說要安裝固件 這樣就好殺風景 一般來說 卡洛斯也不會在室內飛 不過現在為了讓大家看看效果 室內起飛真的有點危險 因為如果旁邊有些電線 就會卡洛斯 外出門 其實很多時候 拿著這個玩 已經很開心 可以上下左右 但有時候 我為了再盡興一點 我就會拿DDI Goggle出去 帶著它去玩航拍 你真的用第一身的角度 整個Ironman 但我告訴大家 這個東西買回來 玩了不及三次 因為熱死辣辣 帶著出去 真的很辛苦 我現在已經帶著那個 但我看的畫面 跟大家有少少不同 我現在給大家看的是 手機的控制畫面 我可以用搖桿 向上向下動 來控制 我用兩隻手指向下推 就選擇這個 看感雲台模式 我可以用我的頭 去控制 上 下 左右 如果我再選擇 看感飛行 就更加厲害 看感飛行之下 我向前飛 我左右轉 機器是會旋轉的 我試過這樣飛 真的很享受 但問題是 我享受的時間 真的不要那麼長 幾分鐘就可以 看得來 你脫下眼鏡 你雲陀婆 好了 Goggle 遙控 電都充好了之後 就可以打包了 明天出發 наш氣氛 周冠勝 我們全程照鏡 有很多汽車放在這裏 那就是了 烏溪沙 這裏有一條 紅頭驚 這裏挺有趣的 不錯 我們可以在這裏開機 有船 來到這裏我都很開心 好了 到我拆機安機了 先安裝電池 拆鏡頭蓋 安裝手機 2個 就這樣 我回來了 就一刀來 糟糕了 真的要飛行故檢升級 每次都是這樣的 91 差不多了 大哥 用了我11%電 因為這個升級 好了 那現在呢 就叫做 錄影 是不是都錄影 先 那才起飛 起飛的時候呢 是八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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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擦身了 它的位置 先 那才好飛 遙控方面呢 我們多數是在美國手的 如果大家想樂播一下怎樣控制呢 可以參考一下卡洛斯之前的影片 脆味科學系列裡面的四軸無人機工作原理 我飛上去呢 先看看環境 周圍 看看什麼環境先 這裏都挺漂亮的 現在飛到高度120 他就在罵我 但其實就不只可以飛這麼高的 不過新手你又不要亂解冊 這個可以飛得挺遠的 這裏都很遠的 阿星仔要打一下 他這裏可以飛七八公里 七八公里 七八公里 都很遠 很遠 航拍拍影片 大家都知道 但很多人不知道他可以拍360照片 現在我便關了 即是攝錄 轉了一個模式 就是拍全景照片 那你機器會自動上下左右 拍攝十多二十幅 拍完之後 有幅8K超高清的全景照片 還可以馬上分享到Facebook給朋友觀看 它連天的部分都幫你補色 實在非常好用 先做一下我們 先來 哈哈 嗨 現在到位置 可以安全降落 安全降落 是最重要的 否則遇到親人就不好了 我現在就想裝這個 你好 第二道電了 這個也是這樣開 又是一長一短 好了 現在 我第一視覺 正在飛過去 我這裏看到方向 我整個畫面看到 左下角 我看到是390多 400 是嗎 嗯 你和我看到一樣 是啊 看到對 現在500 你的電量加1 你好像Sharway那樣 Sharway 我們做多少能量 哈哈 你的電量是91 回來了 那我就在這裡選 在這樣控制雲台 看著 我現在向上望 嗯哼 向下望 嗯 向我的左手 我拍到自己的照片 嗯哼 嗯哼 你平時是不可以轉到這樣 是啊 你是不可以控制雲台 你只能夠 控制飛的時候 雲台 你不可以控制雲台轉 我現在可以的 嗯 好了 再來一個 另外一個 叫做 在這樣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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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怎樣呢 我向前飛了 對嗎 在這樣飛行 OK 嗯 這個飛行的模式 就真的是 Iron Man 哈哈 對嗎 嗯 你是Organ Man Organ Man Organ Man 看上面 看下面 看海 嗯 看上面 哇 這個感覺 好 我轉彎 轉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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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呢 我手指沒有轉彎 嗯哼 我手指沒有轉彎 我是用頭來轉彎 好了 我現在飛回到橋 看到 嗯 我用頭來控制我的飛行 這個叫體感飛行 對了 這樣放下去 就是超準的 好 搞定 安全玩法最開心 看一下周冠星 怎樣降落了 安全了 要怎樣 好 Cut了 Cut了 不要自動回航 手動控制 因為呢 它似著自己的機是Spark 覺得用手指都安全 但其實斬到手指就沒有了 好啊 慢慢慢慢來啊 真的不要急 不要急 在這個堤壩上降落 這樣做法就非常安全了 OK 今天呢 來到這裡 一個我和周冠星都沒有來過的地方 烏溪沙 那就 跟大家說了 航拍要留心的事情 希望大家都會 引起你的航拍的興趣 和我們一起入坑 OK 好了 如果喜歡我的節目 記得怎樣 是嗎 Like, Subscribe, 和我分享 Like, Subscribe, 和我分享 Like, Subscribe, 和我分享 是這樣的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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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